纽约市枪案频发,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进行干预 对此,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回应,竟说大话 总统试图将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8月14日上周五,在布鲁伦的展望高地社区 46岁的平克尼在一场纪念枪支暴力受害者的活动中被枪杀 而上周五,纽约市警察局追踪了12起枪击事件 有20名受害者,一人死亡 上周六发生了20起枪击事件,造成23人受伤,4人死亡 上周日,纽约发生了7起枪击事件 上周日,纽约发生了7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1人死亡 从上周五到上周日,总计至少发生了39起枪击事件 造成51人受伤,6人死亡 在警方调查枪案的同时,特朗普则对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发出警告 他在上周日晚发推写道 法律和秩序,如果纽约市市长做不了,我们会来做 这一威胁似乎表明,总统可能正在考虑将联邦执法部门派往纽约市 下访政府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做法以应对骚乱 8月17日,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人在那里参加纪念活动 看到这样的暴力行为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这座城市 由于新冠病毒,一切都同时分崩离析 我们现在正在重建它 纽约市警察局正在调动警员到他们需要的地方 与社区更加深入的打击犯罪,增加涉仓逮捕 最重要的是,就像他们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 纽约市警察局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结束暴力的部门 这是我所依赖的人 特朗普政府应向波特兰部署联邦执法人员而遭到广泛的反对 在波特兰,示威者与联邦警察连续几周在夜间发生了冲突 不过,在大部分联邦警察离开该地区后 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尽管遭到反对,总统还是在上个月下令扩大传奇行动的规模 传奇行动是一项旨在打击美国城市暴力犯罪的联邦执法行动 今年7月,特朗普在宣布扩展该计划时表示 由于美国各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不断上升 他别无选择,只能参与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